老人會推動共餐運動行之有年 大家都是有錢的出錢 有菜的出菜 然後志工就會幫忙料理 有時候只是簡單的幾個菜 但是老人家們都吃得很滿足 因為他們一起吃飯 一點都不無聊 還可以聊聊天 聯絡感情 今天的共餐料理是志工們一大早就開始包的水餃 還有吃水餃必配的酸辣湯 看了讓人垂涎三尺 共料區的老人會在21號辦理共餐 除了讓老人家吃得很開心 幼兒園小朋友也特地到場熱個禁物給阿公阿嬤看 我來做一些小朋友 來讓我們阿公阿祖阿嬤 看表演 我們跟他們拍一下 拍一下好不好 我非常感謝幼兒園 這些小朋友 跟我們阿公阿嬤在一起 祝你們健康快樂 運動是最好的運動 蠻舒服的 對 很棒 今天是來的 對 共餐 老人會理事長表示 老人會推動共餐運動 行之有年 大家都是有錢的出錢 有菜的就出菜 然後志工就會幫忙料理 有時候只是簡單幾個菜 但是老人家就覺得很滿足 因為他們一起吃飯 一點都不無聊 還可以聊聊天 聯絡感情 阿哥身體健康 比人快樂 有 有 有 怎麼來表演 有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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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的共餐 除了有小朋友熱情有勁的表演 還有小朋友幫長者按摩 讓今天的共餐 充滿歡笑聲 長者也覺得相當窩心 解成為共聊採訪報導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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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